他使世界亿万人民免受饥饿之苦 走过坎坷与伤痛 战胜饥谎与嘲笑 为时代而歌 袁隆平 这里是超级杂交水道 百姆试验田海南片区 袁隆平正在准备接受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挪威电视台的联合采访 等下说我只能放在这里了 你衣服上面没口袋 我这个衣服汉上的 汉上就缺个口袋咯 虽然已经干了一辈子杂交水道研究 85岁的袁隆平 谈起杂交水道 仍然激动得像个孩子 你们CCTV来看看 这是核武器 看看这里 来到我这里来看 2014年10月 位于不同气候带的荆州 洪江 旭浦 龙回 长沙和三亚等地的超级杂交道 试验田 相继进行验收 最高平均亩产量达到了1026.7公斤 再创世界纪录 杂交水道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为世界的和平和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因此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不吝赞美这片神奇的水道 在国际上 杂交水道被称为东方魔道 杂交水道的诞生 也被称为世界农业水上的第二次绿色革命 成就这片水道的科学家 就是杂交水道之父 袁隆平 在这些成就背后 很少有人知道 他曾走过一条艰难的路 这条路充满传奇色彩 也充满了奋斗与坎坷 坚持与创新 1930年 袁星列一家迎来了第二个孩子 年轻的父母或许已失去为孩子起名字的兴趣 在姓名一栏里只填写了原小孩 这个孩子就是袁隆平 中间模糊的脚印是他给世界留下的最初印记 我母亲她原来也是个小学老师 她英文很好 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最简单的音语对话都知道了 结果我们有一个启蒙的作用 我父亲是学文的 他是过去中南大学文学系毕业的 铁路上 他迷书 他在战争的时候 他有个爱国心 抗战的时候 他运军火 袁隆平的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能够继续试图 光耀门楣 1936年 不满六岁的袁隆平被送到汉口最好的小学读书 这个选择却为袁隆平种下了一颗背道而驰的种子 在武汉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郊游 我们老师带到我这附近的一个企业家 办了一个园艺厂 那个曾考那时候六月上旬的时候 我把它袍子红红地挂在树上好漂亮哦 还有葡萄鱼菜一菜 我说这个学龙考啊 从那个时候第一次印象最深的 我就说学龙考 七十多年后 当袁隆平再次回忆起儿时的这次经历 发现他是如此美妙清晰 却又恍若一场梦境 还没来得及好好咀嚼这个梦 战火就使他支离破碎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 几个月后武汉失守 这个普通的殷实之家开始随父亲逃难 国土沦陷 疾病饥饿 伤痛死亡 时刻伴随着这个家庭 战争也使得袁隆平从小就懂得了一个道理 入肉强食 要想不受别人欺武 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 新的政权带来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这一年 19岁的袁隆平即将报考大学 他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儿时的田园梦 交织着已经远去的战火声 在青年袁隆平的心中回荡 他从未如此清晰 而又单纯的触摸自己的梦想 他要在新中国建立一个富饶的新农村 不顾父母反对 他报考了重庆香辉学院农学系 此时袁隆平并未意识到 在通往梦想的路上 铺满了被称作现实的荆棘 懦弱者因此放弃 而强者涌进 也必将遍体鳞伤 安江镇 深藏于湖南省雪峰山深处的一个小镇 时至今日 这里仍然没有铁路通过 23岁的袁隆平 被分配到这里的安江农校任教 是把他混在省农历厅的 因为他去世也不是很好 就没有留在机关 坐火车 然后坐汽车 坐了汽车以后又坐马车 最后走路 花了四天的时间才到了 我当时留在边缘的地方 他寂寞 孤单 我就第一次发工资 我就买了一家提琴 所以没什么时候 我去他庭去 就在袁隆平 来到安江农校的这一年 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3年初 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刚刚完成 农民获得土地 真正实现了耕哲有其田 经过多年战乱 中国大地上又一次呈现出 安静 祥和 朝气蓬勃的景象 这一景象之下 饥饿的魔咒 却从未远离 1953年 中国有五亿八千万人口 粮食总产量是一万六千六百八十三万吨 每人每天的口粮 只有一斤半 1953年春 山东 山西 江苏 河南 安徽等地的小麦 遭受双灾 群众产生恐慌心理 发生了抢购粮食的风潮 私伤乘机哄抬物价 引起粮价波动 并波及到了其他省份 1953年11月1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消灭粮食投机 保障国家建设 20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 农民们 踊跃地把粮食卖给国家 帮助国家建设 如何保证粮食供给 稳定粮价 养活五亿八千万人 是当年中央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 此时 远在深山的袁隆平 与国家的命运尚未产生共鸣 在安江农校 袁隆平被安排教俄语 后来被安排研究红薯 而这两个专业 在当年都不受重视 梦想渐行渐远 但是爱情降临了 找到一个我们鞋队们 前一样是一中 一个女老师 化学老师 讲恋爱 原来是去直交的 讲农业技术课 很生动的 大家喜欢听吗 这个老师对他已经产生心趣了 所以说我是一个礼拜 给他写两字信念 爱情信念 长了三年多恋爱 很考虑 女孩子是当地的中学教员 与袁隆平情投意合 这段恋爱两个人谈了三年 爱情使袁隆平平淡的生活 变得绚丽多彩 1960年 两个年轻人准备结婚了 最后失恋了 那没办法 那位王老师 亲王老师 他嫁给人家了 说实话是 他的愿意 那个时候 有自由善慢 政治上不求进步 家庭出身也不太好 他就找到一个家庭出身好的 成分好的 那肯定打起来 我后来等了他几年 等了他三年半 我痴心得很 才知道 他后悔了 我是想 我等他 他离了分子 他说 最后他生了小孩了 就算 我的痴心 我这个人 原龙平的一片痴心 并没有在爱情中得到回报 但世界上 总有和爱情一样 深沉而长久的感情在 也有和爱情一样 值得人们去追求和等待的事物在 当原龙平 饱尝爱情苦涩的时候 中国也正在经历一段极为艰难的岁月 1959年 中国发生了持续三年的 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 儿时的梦想 年少时经历的战火 和正在体验的饥饿感 一起纠缠在这个青年的脑海中 袁龙平逐渐从感情所受的伤害中解脱出来 他意识到 要吃饱饭 首先应当关注主要的粮食作物 于是 他转而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了水稻的研究中 1961年7月的一天 和往常一样 袁龙平行走在一片稻田里 这时一株特殊的水稻引起了他的注意 突然发现有一株活力积蓄得到 长得特别好 水质很大 很整齐 做得很饱满 我好高兴 这样说起来 我说当时估计的这个品种可以长一千斤 就是九百公斤 第二年我把它剥下去 剥了一千株 很好地管理 天天在田里面观察 忘品种成农 结果一抽水的大师所望 奥迪高埃迪盖早得早吃的吃 没有一株有他的脑子那么好 他说他当时就坐在这个庭院面上 很失望在抽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一想 按照疑传学理论 现在这个现象是很乱嘛 就是属于分离现象 只有什么东西会分离的 只有杂种二代才会分离 那也就是说 他的上一代 我突然看到那个护理基群的那个什么东西 那是杂种一代 那个杂种一代优势那么强 说明水道有杂种优势啊 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 自己看到的那颗大大的水道 正是一株天然杂交水道 灵感开始在他的脑海中闪现 如果可以人工培育杂交道 那么水道必将大大增产 水道自花授粉作物 也就是说 它不接受外来花粉 只在同一个花朵中 雄蕊向雌蕊授粉 接触水道 世界上 美国和日本最早着手研究杂交水道 但是都没有成功 不能应用于大田生产 国际遗传育种界 普遍认为 水道等自花授粉作物 没有杂种优势 而这些还都写进了 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中 远在中国深山里的中专教师 袁隆平 竟然会提出 培育杂交水道的想法 这一想法被看成了 对经典学术理论的背叛与颠覆 甚至被视为对基本遗传学的无知 人生生气满满 有年轻人就生了 这讲法讲得太满了 让那个专家 就觉得你这个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好 老师之间 也有老师支持他的 也有 那接他 他多数可能 看热闹了 有些人 学姐为什么保守呢 就怕生的东西 取代了他的饭 还是一个利益关系 1964年 袁隆平的生活发生了转变 在同事的介绍下 这一年 他和自己的学生邓哲 结合在了一起 邓老师也30岁了 袁老师都33了 都在一起 都是圣男圣女的 14年听见的时候 这家正常 就是那个 连满出赛 有些同学玩家 那赶紧承热打线 你们赶紧把饭饭饭了 然而是 把邓老师 邓老师也喊得 邓老师 当时还一个好笑话 邓老师好的 然而是黄泽民 然是该打碗水 要是洗手 帮他洗手去了 结果两盆是露的 要偏着以后才能倒的水 邓老师后面讲一下 我当时也是看到这个情况 然而是确实是要 一个人照顾了 你塞着这个空缆里面 然后你会自己办 很难说这是一段 基于爱情的婚姻 然而爱情却在婚姻中成长 当袁隆平的研究方向 饱受外界非议的时候 邓哲对袁隆平说 隆平你大胆的研究 失败了 大不了再一起做回农民 就在结婚的这一年 袁隆平正式开始了杂交水稻研究 袁隆平意识到 只有生产出杂交水稻的种子 才能使杂交水稻 在实际生活中 大范围的种植和推广 为此他必须打破水稻 自花兽粉 也就是不接受外来花粉的天性 袁隆平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方案 他设想的方案 共分三步 第一步 他要找到一些基因异常的水稻 这些水稻的磁蕊正常 但是异常的基因 导致雄蕊没有花粉 一般来讲几万株水稻中 才可能有一株这样的水稻 寻找无异于大海捞针 更为困难的是 这样的水稻 雄蕊没有花粉 就无法进行自我繁衍和复制 所以袁隆平设计了方案的第二步 第二步 袁隆平要找到一种非常特殊的正常水稻 这种水稻 既可以给雄蕊没有花粉的水稻受粉 又可以使它的这个特性 得到全面的保持 也就是说 这次结合而产生的后代 必须百分之百的保持雄蕊没有花粉的异常基因 第三步 袁隆平要找到另一种正常的水稻 和这一大批雄蕊没有花粉的水稻相结合 它们的后代才是杂交水稻种子 这些水稻种子 雌蕊 雄蕊 全部发育正常 再次恢复自化受粉 并且解除水稻的特性 这样就符合大田生产的要求 同时经过几次杂交 它们的基因也必须更加优秀 产量更高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杂交水稻三系法 理论上的完美背后 却是实际工作中的异常艰难 任何一个微小的事物 都会导致试验全面崩溃 一切都从寻找野生雄性不欲珠 也就是雄蕊没有花粉的水稻开始了 1964年7月 水稻进入花梯 两个月的时间里 袁隆平用手工的方式 一株又一株的检查了14万株稻碎 一共找到六颗水稻雄性不欲珠 而这意味着杂交水稻育种的攻关 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对这些不欲材料进行观察后 1966年2月28日 袁隆平的第一篇论文 水稻的雄性不欲性 发表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上 自此 袁隆平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 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正当他准备加快砸交水稻研究时 意外发生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中央政府提出 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 必须抓好土肥水肿密保管工 八个方面的工作 这八项措施被概括为农业的八字宪法 一次在和同事们聊天的时候 思想单纯的袁隆平说 八字宪法里少了一个十字 不为农实的十 就因为这句话 一场剧烈的风暴即将来临 我那时候年轻了 三十几岁 我没有事了 那个风产平我学习肥 我去唱歌 我说你组的组长 是一个体育老师 那个体育老师后来跟我讲 你还要唱歌 你明天就要加入我这个队 我还给我管 他后来才给我 他说就在那一天 工作组一个成员就讲 老师 你还准备一个床铺 他说你还准备一个标签 他说写什么 他写上袁隆平三个字 袁隆平的爱人邓哲 坚定地站到了袁隆平的身边 说 没关系 你去哪里 我跟你去 然而 预期中的批斗并没有出现 工作组甚至允许他把实验用的盆驳搬进操场 继续进行实验 就我已经定了的 后来呢 就心脏脑脏一起算嘛 是吧 他就翻版案 这么一看呢 看那个国家科有一个函 国家国委函的就给省区和南疆农校的 要重视 我支持我的杂交手段研究 就请示地委书记 地委书记拿到这个 他是当然的保护的 表态很明确 1966年3月 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的赵石英 看到了袁隆平所写的论文 水稻的雄性不运性 赵石英认为 如果杂交水稻研究成功 将对我国的粮食生产产生重大的影响 于是赵石英请示国家科委党组 希望能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真元帅 表示支持 于是这份公函才得以发出 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试验 幸存了下来 三个月后 由袁隆平、李碧胡 以华旗三人组成的 前阳地区农校水稻雄性不运科研小组 正式成立 胡理哥说 吴云保家是一个帮救握状态 你说 那个时候他有危病 他就是想吃香蕉吧 他买香蕉是买了个什么呢 买了一堆一堆的 一个一个的 快烂的 他说 这个好 这个已经充分成熟了 其实上是磁地区 是幸好袁隆平带着我们 你把它坚持下来 这一点 就坏在坚持 1968年春天 经过五年时间 一代又一代的繁育 最初的六颗雄性不遇水稻 增加到了700多颗 这一年春天 袁隆平把这700多颗水稻 移栽到了山坡上的 这块小小的实验田里 这是他的第一次大田实验 一切都生机勃勃 看上去充满了希望 1968年5月18日 雨夜 袁隆平披着铁衣 蹲在实验田里 又看了一遍正在生长的稻苗 几个月后 他将从这里得到第一手珍贵的数据 杂交水稻试验也将取得下一步的进展 仅仅一夜过后 一切都成为了泡影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反正是就监记着他的那个刀 到这来看 从那晚上下雨的情况怎么样 一清早就跑回来了 一回就看到 刀田里面一塌糊涂没有了 到这 杨苗被他毁掉了 第二天早上好长 第二天不见了 于是很大的大气 把你思念推得上三年了 不怕是 会拔了 应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内行的人 要是拔就拔了 他还可以重新拔 自己拔掉了以后才能这样 这个人就是怀疑者 到时谁到现在还不知道 还是个理问 都是怀疑对象拔不到 为什麽要破坏人 他肯定是一种嫉妒性 这种人他把你破坏了 事件那么多人知识的 有些人的事件可能就没做 就做得不成 甚至还以后 可能和乃老师有点的小小的 过节的人 我们现在估计 果然可能就是当时的同事 他查不出来的时候 也有人慌红出来 说是乃老师这个事件 做不下去了 他自己做 他自己搞的 自己做的做的这么 只是走个台阶下 好上下好腰带 世界远比袁隆平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 失败和恶意 使这个年轻人变得更加坚强 有困难有坎坏 要动作不强才行 不能够安逸生活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要有困难和斗争 这原来是说起的 叫做能受妖魔真体汗 不遭人际试庸才 恶意并没有动摇 袁隆平的坚定信念 事件发生四天后 袁隆平在试验田旁的废井里 找到了五颗残存的央苗 杂交水稻试验才得以继续 此时 袁隆平用最初发现的六颗水稻雄性不欲珠 与近一千个品种和材料 进行了三千多组杂交组合试验 但结果都不理想 外界对袁隆平的非议也随着试验失败而愈演愈烈 袁隆平是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 骗取国家科研经费 研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 质疑的声望甚嚣尘伤 我们做了很多的杂交 做了上千的杂交 做不满意 那都是我们的材败导平时 并且都是木杂 都是奶胆的 那杂交关系就都是很近的 于是我们是不是把杂交关系 那原因的高级也深到 不同人种之间的结合 往往会产生更优秀的后代 那么杂交水稻试验材料之间的 亲缘关系源 是否也会产生更优秀的后代呢 袁隆平意识到 拉大试验材料之间的亲缘关系 也许会使试验的突破口 1969年度 为了躲避复杂的舆论环境 加快试验进度 也为了寻找野生的雄性不遇水稻 袁隆平带领他的试验小组 去到温暖的云南原江 加速培育试验 1970年1月5日 中国云南省通海县 发生了7.7级大地震 伤亡总人数近5万 而地震的震中 距离袁隆平工作的原江县 只有150公里 那说七点几级 离我们他的离整中心 离我们这一百多公里 那很厉害 房子天花 天花板 我们就出来 不敢住在房子里面 就住在超超篮篮球场上面 住了三个月 袁隆平和助手们 在用树枝搭建的漏风又漏雨的窝棚里 继续着试验工作 袁隆平的坚持没有白费 在云南征集到的大量野生道资源 让他欣喜万分 试验刚结束 他就带着这些样本 马不停蹄地返回了湖南 当袁隆平满怀希望 准备再一次试验的时候 一次重大的会议 也正在紧张的筹备中 1970年6月 将召开湖南省第二次 农业科学技术大会 袁隆平和他的工作小组 以及所有支持杂交水稻研究的人们 都希望他的试验 能在大会之前 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否则 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小组 必将面临更加猛烈的嘲讽与讥笑 这些材料拿来以后 后面还 要它还制的时候 但是它就不能保持 这个形状保持不下来 自然科学的规律 它不是 随意的 也通过失败 失败 这次试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又一次失败了 袁隆平也又一次感到了无助 以及对未来的迷茫 意外却又一次发生了 水稻雄性不欲试验项目的内容 被安排在会议展板的头版头条位置 大会上 当时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还把袁隆平请到了主席台上 让他发言 这让孤独前行的袁隆平获得了巨大的力量 这次会议之后 袁隆平重新调整了研究方案 他继续用野生道和栽培道进行杂交 希望能够打破原地徘徊的局面 坚定的信念 是支持袁隆平度过这段艰难时光的唯一法宝 文章也划表了 这些大家都看了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而且我认为是我有信心 这水稻有达出优势的 它是个天线下 水稻不会意外的 为了拉大种系之间的差别 袁隆平把寻找野生雄性不遇水稻的目光 投向了海南 这只是看似和往常一样 普通的一次科研活动 而机遇正蕴藏在这日复一日的普通之中 我两个住所 一个是南国的住所叫红克山 还有一个是我那个米壁服 我们要他去采集野生道 就在采集野生道的时候 他们是鹅螺 你看那花油是什么受别的 那可能是雄心不遇水稻就带回来 进检就是显微镜检查 是啊 雄心不遇水稻 其他人的无所谓看不到 他不知道 世界上宝贝很多 千里万多 他世界上不是脖子找不到 机会来了 1970年 袁隆平兴奋地把这种雄蕊 没有花粉的水稻 命名为野败 经过两年的试验 利用野败转育取得了重大进展 雄性不遇性可以百分之百地遗传 也就是说其后代都是雄性不遇竹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 打开了关键性的突破口 1972年3月 国家科委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 组织全国协作公关 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次的试验 从而加快了杂交水稻研究的进程 成功近在眼前 我们那个杂交道长得非常好 我那个住所姓罗叫罗小胡 他就有点吹牛皮 他说我这个杂交道是三朝杂交道 那个政委里头 什么叫三朝杂交道呢 他说我这个杂交道产业要超过它的副本 超过它的模板品种 也超过标准品种 就是对照品种 叫三朝 那个政委看得很清楚 他去看的确找得很高 收的时候就不定人满意 到外若有减产 稻草增产了百分之七十 稻草增长了 到古代的减产了百分之三 减产了几十斤 结果人就讲风链话了 他说可惜人不吃草 人要吃草 你这个大家到底就大有发展前途 试验进行了六年 占用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这一研究也在袁荣平的推动下 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试验 这种情况使他非常尴尬 我一句话就说服了那个政委 我说现在真的的焦点是水道有没有打准优势 我现在就证明了水道有强大的打准优势 对这个优势表现在稻谷上 这是前提 表现稻谷上还是稻草上 那是技术问题 我们经验不足 把这个优势摆在稻草上 我说改进配组 可以发挥到稻谷上 优势是在哪里 那李宗监 老爷讲的是有道理要技术支持 他说 袁荣平用尽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去开启梦想的大门 他走过了生死边缘 经历了迷茫与伤痛 讥讽与恶意 他深知最后的痴心与坚持 将凝聚为开启梦想大门的核心力量 转机出现在两年之后 1974年秋 从湖南到广西 起训频传 第一批墙油组合 表现出很大的增产优势 普通水稻 母产只有200多公斤 而杂交道母产 一般都超过500公斤 不少试验田还超过了650公斤 到2014年的这39年来 杂交水稻的推广 使中国水稻母产量几乎翻了四倍 中国也因为种植杂交水稻 而能用每年增产的粮食 多养活7000万人口 同时在中国的帮助下 越南、印度、菲律宾、孟加拉 甚至美国等国家 也已实现杂交水稻的商业化生产 1981年6月6日 袁隆平获得中国第一个发明特等奖 之后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杰出发明家金奖等 20多项国内国际大奖 这是中国和世界 对这位老人最隆重的奖赏和回报 我现在有压力就是 一千斤满足了还要更多 是不是牛皮更大 压力大了 我跟你说的 即使鼓舞也是压力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牢记福利 我还是想探高峰 更探高峰 大天有没有 不知 OK 可以的可以的 我太这个样的 袁老师 你是河南的 河北我跟王老师是一起的 你跟哪个在一起啊 对对对对 对 好 河北昌州的 对河北昌州 你发现低的特别好 16.3万 16万 三千几百多亿花 钱的重 二十八颗 钱的没有二十八颗 没有二十八颗 袁龙平和他的爱人邓哲 都已年过八旬 因为病痛 邓哲的腿脚 比行动稍有不便 但是他仍然经常陪伴着袁龙平 和年轻人一起打打气牌球